接著是何君堯議員 主持人,大家都很關心這個問題,但是似乎都是局長就很努力 我想政府也是在這一方面來說是真誠是很緊張 只不過帶出那個實際上的效果就差强人意 有很多原因,在執行方面來說 上面有政策,下面有軟的反對對策,搞亂,諸如此類都有 我相信現在應該要怎樣做呢 都要給人一個訊息,你是很堅強先 譬如我要什麼時候是要清零 一定要有目標的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14天,我每天都是在看匯報 希望有連續14天是清零 但是自己不能夠很絕對肯定地瞄準一個日子要清零 如果你不瞄準一個日子去清零的話 其他的準備功夫,那個力度都不同 是吧? 那我就很希望儲方,雖然你有這個心 但是你的決志方面來說,的確是未到位 是要鐵石心牆的,要怎樣做呢? 我選定一個吉日,你不明白的就要看通性 選定一個吉日,那天就移密移密地 移打針,全部要打完它,還有要去檢測 我雖然是開玩笑的,真的 你不明白的一定要看通性好些 你不要說不相信 選定一個日子之後,強制的檢測已經做了這麼久 你有三百多萬人才做了,三百四十萬而已 真可憐,如果是決心的 幾多個內地的城市,兩三天已經搞定了 現在我們一年零二個月,十四個月才有三百六十萬 不是,那個只是特定群組檢測 特定群組,總的內涉全香港七百多萬人都未做完檢測 打針現在才只有12.6%,95萬是打了first jab 是不是? 那你149萬,算上那條數都是19.8 不用錢的 政府什麼都提供了 是不是? 這些是要怎麼處理 他不打,永遠都沒有什麼的 沒有得監的,除非你要下令 最好是怎樣 香港人最怕吃虧 幾時幾月之前你不打 以後每針大概一萬元左右 個個都在摸回來,你先打針吧 你給他五千元,他永遠都會覺得不夠 但你罰他一千元? 他真的跟你死過都像 所以就要罰他,他就害怕了 一害怕的時候,他個個就會合作 這些不需要跟他說人而道德經的 你明白嗎?他不懂的 第二,你要總之說幾時幾月之前你不打就會這麼多 是一萬元一支 他自己會計算的 他自己會好像趕羊入欄會做的 第三是怎樣? 那個熔斷機制 逢是在疫情過來的那些 不用說是停兩個星期 我知道現在你已經有調整了 是 一停就已經停,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進來的那些 你要給他大概四十天都好 要做隔離 長些,因為現在你要十九天才開始出現 甚至乎二十天,那我們安全些 我們想做什麼? 顯示出我們的信心給中央人民政府知道 我們很缺…很缺絕 和很determined,很有意志 缺智地去做這件事 簡定了八月十五 就這樣說,中秋節 之前一定要搞定了 要驗和打 打針,我的意思 然後就一定會有成效 要不然每天我們一天的內關都不通 你通了外面那些bubble 幹什麼?說明是bubble 虛幻如飄渺 內關通了,你外關通不通都不要緊 你新加坡有多少人過來? 是不是? 歐洲有多少人過來? 你越多你越驚 跟內關通了才是重點 你分輕重,先後,定日子 那些傢伙就自然會打了 死鬼祖都爬起來了,馬上打兩針 我跟你說這件事是真的 我語帶相關,講笑 但是也是真的 你不在那裡缺制做,沒有人會理你 我全力支持你們局方 要在這裏做好些 好嗎?多謝 主席,多謝何議員的支持 以及意見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我想外防輸入和內防擴散的工作 是盡最大努力的 如果看回我們剛才剛才的海院說 清零 我們的目標一定是自力清零 以及希望盡早通關 如果看回我們過去那14天 那個7天流動的數 即本地的確診個案 其實如果是不明源頭 只是幾天都是0.1 過去差不多一個星期都是一以下 即是說有些日子 其實都是沒有一個源頭不明個案 如果本地的個案 其實過去那幾天都是0.9 至到可能是1點多 即可能有時有一個兩個 當然我們要再把這個再壓低 希望盡快 如果是有些傳播鏈 我們要截斷它 令到可以清零 外防輸入當然挑戰很大 因為外圍的爆發很嚴重 還有這些變種病毒株的肆虐 和威脅在全世界各地 差不多百多個地區都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們都是要盡最大努力 將現在我們有的情況去截斷它 還有如果是有些個案 盡快找它出來 我們這個目標其實是一致的 我剛才或者何議員 我也想澄清一下 340萬那裡是我們的特定群組的檢測 如果我們看看過去 其實已經是超過了1000萬個檢測量 已經做了 那不同的每一個 例如我們的強檢 我們的軟檢進檢 應檢進檢 這些其實每一個都是有幾百萬做了 當然接下來我們都會繼續 向這個方向推進 多謝主席 主席 好 跟著何君堯議員 其實我們已經過了終了 不過我剛才延長了 就短問短答好嗎 兩分鐘 局長 就是可不可以呢 各方面都要研究一下 剛才你都說 會回去研究一些新的建議 我提給你看可不可以這樣 目前我們已經有一個接種的那個選項 有三款不同的疫苗 餐單已經在這裡 我們很尊重民意 第二 大家之後如果是有任何事故 與接種有關聯的話 我們有補償機制 就是一個安心的一個保障系統 第三 我們也都是 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照顧 其他的誘因已經在這裡了 好處也都已經有在這裡 那我們也都 現在第四就是說 可不可以研究 在某個指定日期之前 除非你當時的條件不成熟 如果你在指定日期之前還打針的話 接種疫苗 我們將會收回成本價 那個價錢將會幾多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給市民會知道 你會不會回去研究這一點呢 我實際上覺得 在法律上來說 如果以國家安全 以整體利益出發的話 這些強制性的東西 是不會違反 人權的 倘若 你們回去研究 問律政司 有人權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 在特殊情況裏面 立法會 你來這裡和我們聊天 不只是聊天 大家都是探求一個解決辦法 在立例方面來說 我們可以怎樣做 實際上人權 是會受這個緊急法所凌駕的 因為沒有東西是帶得過一個地方的安全 如果這個地方 連基本安全都守不到的話 你什麼權都沒有 所以你回去研究這個 立例去改善 容許你們做這個防疫工程會做好些呢 這兩點研究 局長 是 主席 我想對於疫苗接種 怎樣去能夠 令更多人接種呢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都努力在這裡處理 無論 我想問你 回不回去研究 即問問民律政署 在法律上是強迫的 怎樣 以及設定一個死線日子 不打 將來會收成本價 可不可行 這兩點呢 主席 我想在我們現在的 對於疫苗接種 我們已經是有一個死線的 那個死線就是說 我們九月的 我們已經宣佈了 就是說在九月 今年九月 其實我們的疫苗接種中心 其實就是打復必泰那些 其實已經是會 就是會完的了 會做完那個工作 那裡其實都 及早給市民知道 所以如果他們是需要打 是要更加早地打的 第二 市民不清楚這個後果性 你九月之後 因為你今天不說 我也不知道 我們較早前是聶德權局長 那就多宣傳 如果你說根本可行 就是告訴他們 你如果是什麼日子 之前不打呢 我們會收成本價 會多少錢 你要說得給他們聽清楚 我收一萬元 一個JAP那樣會好些 就是你要講清楚 如果不是不知道 然後第二個 研究人權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要強迫 要打又怎樣呢 回不回去研究一下 問法律的顧問 我想其實 我想我們都要跟回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和全球對於疫苗那個 怎樣去處理那個機制 我們一直都會檢視 看看國際的做法會是怎樣 還有如果我們是 有不同的誘因 是推出的時候 是湊效 我們都相信 現在我們的強烈呼籲 加上如果有一些誘因 其實大家 都會是 對於打疫苗 那個積極性 會提高 多謝主席 好 好 好 會